大亚洲一配前阵子发文 指控曾被黑人成见周庆骚扰 不料随后遭到对方提告刑事加重毁谤 他坦言不曾想过说出自己的经历 竟然成为台湾MeToo风波中被告的第一个受害者 但即使面对巨大的压力 他仍努力持续抗战 只希望能给其他受害者带来勇气和力量 而黑人的妻子范伟奇曾在风波发生当时 发文为丈夫说话 随后便省引了三个多月 日前他首度更新社群 晒出了一家四口坐在沙发上的合照表示 一家人在一起就什么都不害怕了 谢谢爸爸守护我们的家 表达了对丈夫的感谢 不过提文引来了不少网友直接开栓 直言黑人守护自己的家人 却残害别人家的女儿真的是很讽刺啊